但是并不复杂,主要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这边 把刚刚的合格不合格,主要是这个合格 把它复制 把这整个复制一直往下复制多一个else 所以以后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if,底下的话都是lf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else OK,所以应该这样理解,应该这样逻辑也不复杂 OK,所以以后基本上就用这个当逻辑判断的一个撰写方式 你可以写的很复杂没关系 OK 另外当然,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叫什么slate case 不过 两个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 两个一模一样 你没必要学两种 学一种就好了 所以特别是有些地方 当然 VBA的书籍有提到 可是我觉得那个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那我就跟你讲说你暂时不用知道没关系 不然会增加负担 有时候知道太多不见得是 是好事 OK 所以有的人突然会跟我讲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好不好 但是你要帮我保守秘密 那我跟他讲说你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 OK 因为 知道越多 其实不见得是快乐 OK 反而有的都是负担 跟学程式一样 OK 有些不知道 暂时不知道 所以像我这种 尽量还是选择三去法 OK 尽量不要增加 反正你先把最重要先学会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话 还有多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 再来常用的是 除了我资料输出是ABC 就是多重之外 那我可能还会有一种需求 就是说 不同的资料 给 不同的格式 格式的话包含就是颜色 如果我今天希望 针对 不同的资料输出的时候 我给他 换个颜色 或者是说 底色 底色比如说我用个黄底 或者是不一样的底色 OK 然后 框线 或者是说 字把它放出体字 或者是 不要出体字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里的话 我顺便讲一下 有关那个 以后 针对 资料 除了说 输出有不同的 资料的结果之外 还有不同的格式 OK 那格式部分的话 当然 一般我们 除了用VBA以外 你还可以用什么 所谓的设定格式 条件 这边可以新增规则 有没有 但问题 这个新增规则 结果也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 比较麻烦一点 每次你还要再 设定一次再设定 因为它里面要增加很多 格式的话 你就变成要新增很多的规则 而且相对比较没有弹性 因为变成你要自己再去设定 我觉得 这边也可以 只是说 如果 你可以自己写程式的话 相对比较有弹性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大概把 最后的结果demo给回看 比如ABCD输出的时候 我希望它输出 A 是变一个颜色 B的话 增加一个底色 类似这样 比如说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 帮我输出的时候 把A 换个蓝色的字好了 然后B的话 帮我换个底色 C的话外面加个框线 D的话 就是加个粗体字 这样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如果你想说老师我希望把很多种格式放一起 可以啊 比如你说 字黑 字 又是蓝色 然后呢 黄色的底 又框线 可以啊 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就好了 好 至于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 清除的话 不过清除特别最好 你清除的话 你不能用原来的清除 原来清除只能清资料 不能够清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格式拿掉的话 有不同的写法 OK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1个 一样 切到那个开发人员 然后呢 我们一样 怎么做比较简单的格式 这边有 我们大概 刚刚做的吧 然后我就 多重格式部分 我直接拿 拿来改好了 OK 所以第1个 我要做什么 这个按钮 成绩多重格式 Enter 好 然后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这个 成绩多重 放到里面 也就是说呢 一样要输出资料 把A 放在 我们指定的储存格 有没有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BCD 放到这个储存格 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A的话 在下一行 上一行 是输出资料 下一行 是 变换它的格式 那我们格式 假设如果A 我希望 把字输出之后的话 帮我 颜色变更 颜色原来是什么 黑的吗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 蓝色字的话 变蓝色字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其实 撰写的方法很简单 一 请你把上面这个储存格 复制下来 2 2的话 请你在后面再一个点 点什么呢 点form form的话是字形 有没有 字 字形 的物件 点 颜色的话是什么 color 意思是说 帮我针对这个储存格 它的字形的颜色 给它一个颜色 后面加一个等号 颜色的话 特别注意以后你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在VBA 一定要想到一个函数 就叫RGB RGB应该知道是什么 红 绿蓝 三原色 RGB 特别注意后面有点像一个调色盘 也就是说颜色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也是那个2的8次方 然后 第1个 他问你说 这个调色盘 红色的部分你要给多少 没有红色 因为我要蓝色 所以没有红色 所以输入0 逗点 第2个他问你说 那绿色要给多少呢 也不要绿色 所以输入0 逗点 第3个是什么 蓝色Blue 要给多少 帮我开最大 最大多少 255 后瓜糊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这个颜色指的就蓝色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把它先输出好了 这个应该不难记吧 字的颜色给蓝色 这样有办 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给蓝色 输出 A的部分呢 就变成蓝色 看得出来 如果你说老师那我要改红色怎么办 很简单嘛 把这个255搬到哪里 搬到R的地方 把这个0呢 搬到哪里 搬到后面 你再执行 有没有 变红嘛 OK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那第2个是B 你想说 B的话呢 我要把它底色 底色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黄色好了 黄色 所以第1个 我一样把这个储存格放到这里来 那再来的话呢 点下去 后面要打那个interior 可是如果你那个interior打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先把刮符拿掉 因为 这个sales物件 很麻烦 如果你有刮符 你点下去不会出现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把刮符先拿掉的话 你再打什么 打interior 其实就是这个 interior 这个 这个指的就是底色的意思 就是那个 我们储存格的那个底色 然后 底下的颜色一样 点什么 点color 只是 刚刚是phonecolor 这个是interiorcolor 特别注意 你做完之后 记得把那个刮符补上 因为如果你 你的刮符没有补上的话 那他就指的是所有 储存格 那个工作表 所有的储存格 通通变成 底色 就通通变成黄色 只要注意一下 那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要先把 那个刮符后加 因为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刮符加了之后 你假设说你现在要点了 他没有提示 除非你会打 像那个phone点color这个比较短 那我就想说 自己打 如果说呢 很长的 那很简单 你就先把这个先删掉 然后点下去 你只要记得什么 i inter in就大概出来了 inter 有没有 interior这个 这个就有了 OK 这个就底色的 这个属性 那我们就把这个interior后面加上 加上点color 然后再给一个 黄色 等于什么 RGB 刮符 那黄色应该怎么调呢 把两个颜色加到最大就是黄的 红色加绿色 红配绿 OK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水彩课啦 就是把红色颜料 挤一点 把绿色颜料挤一点把它调在一起之后 变绿色 不信的话 你们家会有没有水彩 如果水彩回去试试看 真的 马上变黄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没关系 在常用 里面不是有这个油漆桶 你可以把油漆桶点一下 其他色彩 再找到黄色之后 再点置地 RGB 有没有出现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选一个颜色 选这个颜色 怪怪的颜色 你就把这三个数字记下来 就是这个颜色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其实还蛮好调的 只是说 我们一般上课或一般应用 很少在调那种怪怪的颜色 没事又不是美劳课 又是美术课 这城市 OK 所以大部分都用比较基本的颜色 黄色的话 那就会是那个 红配绿 所以记得 255最大 逗点 绿色也是最大 逗点 没有蓝色 那这样的话就黄了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现在 没有那个 底色 执行 有没有发现 B就有底色了 那 再来的话 C C的话呢 就是什么 那个 框线 如果我希望在外面加一个框框的话 红色的框框 那怎么做 一样 光辅先不要加 后加好了 电 框框的话呢 那它的属性呢 应该猜也可以猜出来 英文的话 框框 应该叫什么 应该是 B开头 B开头 其实有两个 一个属性 就只有这个 叫Bolder 有没有 而且 Bolder加S Bolders为什么 因为框线不会只有一条 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 它的对角线 其实很多条 Bolders 如果颜色要红的话呢 就点什么 点Color 所以你会发现都是 刚刚是Fone Color Intro Color Bolders Color 红色的话呢 就等于RGB 刮胡 255 红色开到全部 逗点 没有绿色 逗点 没有蓝色 好 记得把刮胡再补上 这样的话呢 就帮我画个框框吧 执行 框框都出来了 OK 针对这个储存格 帮我把它的框框 画成红色 OK 所以以后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要 画整个范围呢 待会就跟我补充 如果以后呢你 这个做完报表之后 想要列印出去之前 要自己就把那个框线全部画完的话 不用重新自己再设定 一样可以用Bolders这个 这个物件可以帮你画框线 最后的话呢 第一个部分呢将帮我加出题好了 那怎么加出题 其实道理要跟这个 一样 这个一样我先把 Sales先复制 电 那出题的话是由自行那个物件 去管理 所以一样是FORM FORM这个 这个纸物件 点下去的话呢 它里面有个出题 哪个呢 有没有猜的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第三个的 Bold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 True True就可以了 OKTrue的话意思 要那个 出题的效果 如果不要就打个False 或者还也可以啦 如果你True你懒得打那么多字 用E也可以 E就是要 0 的话就是不要 不要就Fals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特别是在程式里面 1就代表True 要 0就代表不要 False OK 所以当然 我们这边 打个True OK 好 然后 这边一样把那个 刮糊部分补上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有没有 这些都变有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清掉的话 怎么清 但刚刚如果说我要清的话 直接用这样清除 它变成只会清资料 但是格式都还在 所以 如果我要怎么样 把资料清掉的话 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清除要这样清 这样就OK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 层积多重格式 那我是拿那个 层积多重 的那个SARP 拿来复制过来改的 只要 只要在那个 A B C D 输出的下方 再增加格式 第一个是 把那个A 变成蓝色字 把B的底色 变黄色的底 把C的外面框框 加一个框线 把D的那个 初体 字变为True 试一下